好不止国内的机票调涨啊 如果你去办护照要出国的话 会发现说哦护照现在不便宜 这个开始开放美国免签 很多人就赶着要换晶片护照嘛 结果一本晶片护照要1600 结果被立委踢爆说 其实公本费只要699块 当中将近上千元的差价 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今天在后面这一页上面 挺尝试 为了想有美钱优惠贵台前 民众忙搬新版的晶片护照 但想要太久换新可不便宜 一本晶片护照要价要1600元 省了签证费 但是护照费又要增加一笔 所以我觉得算算也不是很划算 新版的晶片护照可防伪 也可享有美国免签优惠 一本定价1600 但却被立委踢爆 公本费实际上只要699元 当中差价近千元 699等于算700块 那你这差蛮多 会差一倍去嘞 对啊如果你算1000块的话 一切公本费还是算OK啊 但是到1600 这真的有点高 夸张的是根据外交部 明年预算顺务护照收入 预计24亿元 但人士加成本费只需10亿元 多出了14亿 IP抢人民的钱 立委更提案要求晶片护照 应降为800元 规划设计 还有购买机器设备 这个都是一次的支出 那所有的钱 其实都是国库的支出 都是国库的收入 这一两天之内 就把它精算了结果 把它计算出来 再跟各位报告 成本才699 竟然要收1600 外交部强调 立委忽略了间接成本 上制作晶片的机器 需要好几年摊提 不过帮国人办护照 本应考量 服务国人为第一优先 多收将近千元的费用 外交部恐怕 还有很大的检讨空间 追求黄明君 赞文台北 相互大